好 继续来看到在苗栗县三亿乡 有一对夫妻党 他们两个人都很喜欢木雕艺术 那么多年下来 他们就一直来思考说 怎么将传统的木雕做成文创商品 而这两年来 他们发现说在网路上 有很多的钢笔社团 因此他们就创造出了木雕钢笔 而夫妻两个都说 不要局限木雕艺术 只要发挥一点巧思 就能找到新的商机 木材 现在找刚好的木材来套 靠这个铜管来做笔的笔身 选好适合笔管的木头 量好尺寸后裁切 再侧笔管的直径 选定钻子 开始钻洞 钻的时候不能照进 以防钻得太快 造成木头破裂 钻好洞后 将表面磨光的笔管上胶 牢牢固定在洞内 主要是钻孔 钻孔如果你钻得好 就会比较好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 这个步骤一旦出错 就前功尽弃 会失败就是第一刀子 你刀子你第一可能不利 或者是你下刀的角度不够 太大或太小 都会产生木材爆裂的情形 因此选好刀具很重要 用刀慢慢削平木头 再快速旋转的木头上 原本四四方方的角 逐渐成为圆弧 成型后再用磨砂纸打磨抛光 这阶段需要比一般抛光更进阶 才能不用上漆 就能光亮乳钻石 如果抛到七千 这么细的番数的时候 这个笔声是越摸越亮 就像人家的养猪 养那个串猪头猪 或养狐的意思是什么样 你说这个没有上色 没有上胶 没有上色 完全天然的 黄启祥说 想到这个做法 是因为太太她喜欢书法 看到网路上盛行钢笔设 于是想到何不来做木雕钢笔 一开始用现成钢笔制作 碰上很多问题 后来找到厂商 愿意克制钢笔套件 才将问题解决 在书写的过程 它还是一样可以 闻到淡淡的原木的香味 不会像一般的塑胶笔金属笔 它是冰冷的感觉 所以它笔 它是这种原木笔 它是有温度的 那我们会去想要做这种 原木手工笔 是因为它不仅结合了 木雕工艺的艺术感 还有它的实用性 那我们觉得说 这种文创商品呢 应该可以给 让更多的人 去尝试 用原木的钢笔来书写 就是金属很亮的感觉 它完全就 学家 主管造型 甚至是刮胡刀的握柄 都可以结合原木 做成实用的商品 方其上说 传统木雕都是单一作品 单价高并不亲民 如何做出评价 又让大家能接受的文创木雕 钢笔只是起头 未来还要想更多的出路 让木雕不只像是花瓶 只能观赏 还兼具实用性 民事新闻邱俊超 苗栗报导 他把约追 要注意 摄像